这个茶经跟聚会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是来求你自己的圣灵 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将那当说的话 当做的事情 放在我们的口中 说我们谢谢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预备众弟兄姊妹 在你面前一同的领受 说我们谢谢你 我们来到你面前 也求你祝福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 说求你的保险遮开我们 使我们出我们入 都在你面前 蒙福神的 给我们一个刚强壮胆的心 好好的爱主耶稣基督 听圣灵的话 我们谢谢你 我们在这里祷告 今天早上的聚会 都放在你的手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以西结书第20章 接着我们上个礼拜的 这个教课 好的 那么上一个礼拜 我们讲到这个第11节 讲到第11节 就是说呢 将我的律列赐给他们 将我的典章 指示他们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那么在这一章的 这个 这个以西结书的 这个10 20章里面 讲的 还是说 神在跟以色列人 好像有一个辩论 辩论什么呢 就是说呢 说以色列人在这里 有很多的这个 违背神的旨意的行为 那么然后呢 照神呢 自己非常的痛心 而且呢 神也在这里 指出他们所犯的 各式样的罪 所以说呢 但是你要知道 有时候在 启示性的话语里面 很多的话语呢 是表示说 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用着一种 比喻的方式 所以说呢 我们要来查 这个 以西结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神的心 跟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 跟以色列的关系 还有对的 以色列百姓 他们如何离弃神 那么神的心 是多么渴望 而且神也告诉他们 我要怎么样 把你们带回来 所以说你看 神呢 虽然是在那里 为了以色列人 这个 说背逆 顽梗犯罪 拜偶 向行邪书等等 非常的愤怒 但是呢 神的爱 始终没有离开他们 就像一个父亲 管教儿子 这个 通常这个 孩子们呢 再怎么不好 很难得 很难得 听说是父亲 跟他脱离关系的 非常少有 虽然说 有时候我们听说过有 但是神的 这是他的爱 慈爱的是永远长存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 主日所讲的 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 所以说呢 这个好 我们就在今天呢 我们就继续来看 来查考 这个以西结书 第二十章 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 十二节开始 继续来考察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见呢 主就说了 他说呢 我将怎么样 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 我在这里 没有讲第十二节以前 我想先回到十一节 最后一句话 就是黄线的那句话 他说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遵行什么呢 就是遵行神的 律列跟典章 律列跟典章 那么这个 律列跟典章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界的摩西 在摩西五经里面 所讲的这些律法 讲的这些律法 你看呢 在这个遵循这个律法的里面呢 神说怎么样 神没有说是你们遵循 遵律法来称义 只是说 你只要遵循这个律法 你就可以因此活着 这个活着 我想呢 不仅仅是指着 这个肉身在那里活着 更是也是指着属灵 你这个以后 你就是说 你这个人离开这个世界 你的灵还是会回到 我回到天国的 那么是指着活着 那么这个神看的人的活呢 不仅仅是指着肉身的活着 更是也是指着属灵的 这个活着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所以神很看重 这一个方面 因为回到神的国 到天国去的 这个人是永远活着的 在神面前 这个肉身呢 我们再怎么样 我们活到一定的岁数 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说 神不仅仅顾念 我们在肉身上的 这个生活在地上 还更顾念 我们的灵魂以后的去向 好 那么在第十二节呢 他说 我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 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 使他们知道 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都知道 神在旧约的时候 告诉以色列要守安息日 那么这个安息日 那么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安息日是什么呢 那就是上以色列讲的这个Sabbat Sabbat 那么Sabbat是第几天呢 它是从怎么样 是从礼拜天开始算 算到礼拜六 算到礼拜六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礼拜六呢 按照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阅历上排下 是第七天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呢 在第七天 他就赐福了那一天 那么神也安息了 所以说呢 那么这个 所以说呢 第七天呢 又是下一个礼拜的 这个安息日呢 这个所以说 又好像是 你安息了以后怎么样呢 因为在以色列说 30章15节里面讲的 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 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利在于 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静止不肯 所以说呢 这个安息是什么呢 这个安息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得救 在乎归回安息 那么这个得救 是讲的 我们要救恩 说你的这个得救 是这个 你是什么 你要回到我的里面 享受安息 那什么叫安息呢 这个安息的第七天的意思 就是说 你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 神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 那第七天 就是享受一个休息 那么说 神就告诉我们说呢 你要知道 我做的工作 已经都做完了 也许你在地上 还有一些困难 或是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我在什么样 一个整个的创造的里面 在属灵的里面 我已经通通都做完了 你要懂得相信 相信我什么 如何来依靠我 如何在我的里面 能够把什么 很多的重担要卸下来 所以在以色列 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 他们呢 所有的这个店 通通关门 那么甚至于在 这个大旅 大酒店的时候 这个旅馆的 这个什么 所有的这个 怎么讲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 这个 电梯 他都把它关掉了 他说连电都不放 所以他们的食物 都是前一天都做好的 放到冰箱里面 第二天的 就是吃凉的食物 那么火也不开 那么就要享受安息 就是说 我们不再做事那天 那么不再做事的时候 不表示外面没有事 那个意思就是说 不仅仅外 身体要休息 你在灵里面 也要回到一个安息 安息是什么呢 就是来到什么 也进拜神 那么在基督徒呢 讲的这个 这个安息是 讲的礼拜天 好 这样的事是礼拜天 那么说个得救 得利是在于 平静安稳 那么怎么叫 平静安稳 不是外面的 平静安稳而已 乃是里面 有平静安稳 里面有平静安稳的时候 你才会得利 那么怎么叫 里面有平静安稳呢 你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在那里搅动 那么你要知道 如何交通 如何交通 你说安息 也知道要交通 神在那里掌权 你们安稳 也要知道是交通 神在那里掌权 所以说神就是叫他们 叫这个 以色列 就是看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们不要管的 你们外面怎么样 你们要注意在里面 你跟我的一个关系 你真正相信我 你真正相信我 信得过我的时候 你直接里面就会有安息 你在里面就会有平静 跟安稳 里面信不过 外面就不可能有安息 里面没有信得过 里面也不可能有平静安稳 所以是讲的一个信心 跟一个神的一个关系 讲的一个信心 跟神的关系 所以说呢 这个神就是意思说 在你一个礼拜没有开始前 我先叫你休息 所以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服侍主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 来到神面前 重新得利 你没有得利的时候 你怎么服侍 你拿什么东西给 给不出去 很简单 你说一个先知要发预言 他没领受 他怎么发 他要是硬的去自己发 那叫 那个不是处于神的预言 那是人的灵里面 灵里魂的这个惨诈 或是他故意假借神的命 那就不得了了 那这样长期这样操练下去 可能会就变成假先知了 那是滥用神的命 那不可以 那么这是在里面 有这个平静的安稳的时候 神的灵 神的华会在我们里面运作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十二节说 我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你们 就是说 希望你们在那一天里面 在身心灵里面 都能够重新靠我得利 小的我在长 掌管了一切的事情 比如说你在收成了 那是不是那天就不要工作了 安息日你就是不工作 神就说你不要去担心 我会保证你的收成好 只要你在我面前守住你的 我给你的绿列点赞 我会使天能够好 那么你可以在 第二天可以再继续收割 所以说这是讲的 神一个与百姓的 与以色列百姓之间的 一个好像一个 一个好像是什么 一个测温度计一样 你要是真正相信我 你就会休息那天 而且知道我所给你的祝福 不会因为你在一天的休息 你会亏缺 所以以色列 虽然在这里守安息 是怎么样 你看到现在犹太人怎么样 在世界上还是最有钱的 都还是犹太人 那么所以说呢 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 神的这个话语 的确是 那么事实有祝福的 第十三节 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被你 我不顺从我的绿列 厌弃我的典章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 这是第二次讲的 这个人若遵行必因此活着 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 我就说我在旷野 将我的愤怒 擒在他们的身上 灭绝他们 那么这是讲的什么呢 这是讲的 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 那么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 非常的悖逆 动不动就跟这个摩西 他去争闹 那么所以说后来呢 这个神就非常的发怒 就是甚至说 把以色列通通灭绝 在这个荒野里面 然后跟这个摩西说 我要从你的后裔 建立一个大国 后来呢 要不是摩西呢 一个是非常的一个 中心的一个 好像一个 这个神的仆人呢 挡在 就是站在以色列跟神之中间 像个中宝一样 就是 就是为以色列说话 说你要是把这些 以色列人 这个现在在旷野里都灭了 列国必会吃消你的名 说一二话 因为没有办法 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就在半途中 把他们灭绝 那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是很大的 这个会使神的名 受到非常大的羞辱 所以神呢 就阴敏了这个摩西的来 就他没有为他自己 要是有人 有一点私心的话 就是好啊 你把他们灭了 从我护衣来建立大国 那才太好 他没有 他什么时候都是想着神 替神想 我觉得我们做儿女的 要学习摩西的这个样子 是什么呢 要学习去认识神 要学习去认识神 这个认识神 是一辈子的事情 那么认识神怎么样呢 你才会想到 替神想来 为什么呢 我们从我们的神那里 只是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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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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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温是白白给的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旧比得旧 那旧温是谁做的 神做的 神怎么 用把他自己的身体 独身子定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炒了最灾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主耶稣说 我去到父那里 我会为你们预备房子 就是天上还有房子 在为我们建造 他统统给我们预备好 在地上 我们只是享受 神就说 我什么都会给你想好 你只要按照我的话去 过日子 好好地做一个人 做活出来一个人 当有的一个形象 跟一个标准 跟一个生活的方式 那其他的 我都会供应你 你不要想 你种到 没有问题 种卖 到时候 我会使你丰收 你这个思维里面 我会来替你保守 我不会使这个 这个蝗虫 或是天灾人祸 临到你们这个地上 你只要好好守住 我的律列典章 我就是你们的守护者 但是怎么样 人呢 就是不听 就是不听 惹动神的怒气 所以在第十四节呢 他说 我却为我的名的缘故 没有这样行 免得我的名在我 领他们处埃及的 列国人眼前被亵渡 那就是说呢 后来摩西求得起 以后 神就应允他了 应允他了 那么因此呢 就是说 免得我神的名 这个在列邦中呢 这个被亵渡 是不是 说你看你这个神 有什么本事 把你带出来 却带不了 把你没有办法 带进去应许之地 所以在版图中 把你杀了 这样神的名字 就是被人 更更大大的亵渎 为什么亵渡呢 就是你这个神不行啊 你这个神不行 我们信你的神 做什么呢 对不对 十五节 并且我在旷野 向他们歧视 必不领他们 进入我所赐 给他们流奶 玉米之地 那地在万国中 是有荣耀的 荣耀的 那么这个 这个在英文呢 你们讲是叫做 荣美的 叫beautiful 荣美的 那么这个 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就是说 那么你说 怎么没有把他们 领到流奶 玉米之地 不是最后进去了吗 好 你看是神是 怎么看这个人呢 他说从二十岁以上的 离开埃及地 那么二十岁以上的 表示是什么呢 就是成人了 那么成人的 从二十岁以上的 除了约束亚跟加勒 两个以外 其他的什么样 二十岁以上的男人 什么通通倒闭在旷野 所以那一批不幸的人呢 通通怎么样倒闭在旷野 等到二十岁以下出来的 什么样的 就很多人都进入了 神的应许之地 就是二十岁 就是那个人十九岁出来 走了四十年 五十九岁的时候 他要是 他就可以进入 那个当时的应许之地 所以说呢 神指的 为什么说指的 二十岁以上的人 就是算他们会成人 你没有成人的时候 是一回事 当你成人的时候呢 我就要跟你问责了 追责了 所以那一批 二十岁以上的人 通通没有进入 加勒养 男的 二十岁 男的 比十六节 你看那为什么 那女的 姐妹的 太太们 没有 女人们 没有付出代价 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怎么样的 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头 所以神要向那个头来追责 基督是男人的头 所以神向基督来追我们的责任 所以说为什么 我们要常常在地上 为执政掌权的祷告 因为这个头是太重要 它才也是个遮盖 你不要认为是国家的元首 国家的元首 也是一个国家的属灵遮盖 为什么呢 他要是犯了大罪的话 这一个国家都陷入 在神的眼前 是实现为不义 就像这个大卫 输点了以色列的百姓 神就发怒 你说别人的老百姓 在那去输点 可能不见得会有这么严重 为什么呢 大卫是一个国家的元首 他一发 他犯了罪 有什么 以色列全国买单 是不是 神就猜遣了灭命的天使 一天就灭了好几万人 因为什么 犯罪 干犯 所以说我们这个 中国人要为 怎么样 这个 两岸三地 要为他们的这个 领导的人员祷告 很不幸的 这个中华民族呢 虽然有很多很优良的 这个文化跟传统 但是 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拜偶像形 习数 大陆如此 台湾如此 香港如此 都是这样 所以中华的民族 这个命运 实在是很坎坷 因为什么呢 以别神为神的国 必苦难加征 以别神为神的国 必苦难加征 就是你不是以耶和华 这个 神为你的 这个耶稣为你的神的话 你拜别的神 那不是神 那是死亡阴间 这个地府阴间的东西 你拜了他 他本身就是个吞噬者 是个死亡的 他怎么可能会带来祝福呢 就算是祝福 也不过是暂时的 我就记得在台湾 曾经有一个大的企业 在十年之间 成为全台湾最 这个营业额 是最高的一个公司 第一名 结果后来发觉 这个老板呢 不想请的是哪一个 这个泰国的一些个大法师 来给他护发 所以他那个 做护发的时候 就给他收了 好多好多钱 最后呢 这个护发死掉了 他又在短短的两年之间 这个公司就崩盘了 通通亏光 因为邪术巫术没有了 所以说呢 人都不知道什么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一个人在行这个邪术 法术的时候呢 找这些假先知 来给他做法的时候 他无形式在跟撒旦签合约 那就不得了了 就算暂时得了一点好处 最后通通 别本代理 通通要吐出去 还要赔要自己的命 所以为什么这个 这个神不要我们拜偶像呢 是十六节 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 不顺从我的律列 干犯我的安息日 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 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拜的是什么神 他就跟着那个神的 那个所拜的神的东西 去过他的日子 所以怎么 他就干犯了神的这个律列跟典章 他就不再遵循 因为耶和华已经不是他们的神了 第十七节 虽然如此 我眼人顾惜他们 不毁灭他们 不在旷野将他们灭绝静 你看看 神这个虽然是法弩 还是有怜悯 虽然如此 我还是顾念你们 我还是没有是把你们灭绝 是不是 他没有把 说二十岁以上的人 出来了以后 男人没有得进应许之力 就是除了迦勒跟约束亚 那么其他人怎么还进去了 十八节 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女儿说 你们不要遵循你的 你们父亲的律列 也不要谨守他的恶归 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 玷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顺从我的律列 谨守我遵循的典章 那么为什么叫做 不要因他们的偶像 玷污自己呢 这个是这样 在灵界里面 神你知道这个神的律列 典章跟他所说 所做的这一切事情 跟灵里面的 这个灵界的世界 是息息相关的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神不 他也是万灵之父 他也是 所以灵界里面 所有的东西 也是他造的 那么他既然是造的 这个就是一个工程师一样 他当知道这个机械 或是这个法则 是怎么回事情 那么我们在一个人 在不知不觉 都是在拜偶像的时候呢 这个躲在偶像里面的邪令 就会进入一个人的身上去 所以说呢 这个既然我们的身体 是耶和华的殿 因此呢 这个神的殿 不可能有 撒旦在里面住 也有圣灵在里面住 是不是 那这个灵的深处呢 是要归给神的 那么你要是拜的话 里面这个邪令就进来了 这为什么神 叫我们一旦信了主以后 就不能去拜偶像 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既然怎么样 这个教会又是像 主耶稣基督的心腹 是不是 那么教会呢 就是我们整体呢 好像是应许 聘给耶稣基督 那么既然是属耶稣基督的 我们就不能再找外面 再去找一个男人去 那这个是属灵的一个地位 并不是说 我们弟兄都变成女的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们呢 神用一个属 这个夫妻的关系 来比喻他们跟我们的关系 又是比喻说 父亲跟儿女的关系 他用好几种不同的比喻 来比喻我们跟他的关系 我们也是仆人 我们也是儿女 我们又是他的 好像这个教会 又是他的妻 所聘的妻 那么既然是他所聘的妻 是归他的 你就不能再去拜别的神 你拜别的神 就像在灵里面 再去找一个别的男人一样 所以这个神呢 是用一个属世的淫乱 来比喻属灵的淫乱 而且你在拜的时候呢 那个偶像的那个 那个里面的邪灵和权柄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负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什么 你向他鞠躬 你向他称臣 所以说主在十九节 主说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要顺从我的利劣 谨守我 遵循我的典章 你知道这个 你看了这个在 这个以西节 这个前面所讲到的 我们在过去查了 就看到什么样 以色列的长老 在耶和华的殿中 好像在那里摩摆 其实呢在殿的里面呢 却有各式各样不同 什么样的 这个假神的名号跟形象 那么在耶和华的殿中 怎么可能会有 假神的形象跟名号呢 所以说你看到最后 怎么样 神的灵就离开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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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的殿 是不是 从内院 这个 这个 这个先从自身所到内院 内院再到外院 外院怎么样 再离开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得出来 神的灵 是依依不舍的离开 因为什么 圣洁的与污秽的 不能同在一起 神不允许 他自己的圣洁被玷污 所以为什么圣经就是说 我们要圣洁 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 人非圣洁 就不能见神的面 因为神 什么是圣洁的人 他不允许这个 脏的东西 玷污都终于来靠近他 这是不行的 就像乌萨 虽然是个祭祀 就是这个约柜要 掉在地上 因为牛车 推的时候 没有走平衡 崴了一跤 那么这个约柜要掉下去 他用索衣服 当时就被击杀 神不允许 这个俗的东西 与圣的东西 圣洁的东西 掺杂在一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为什么要什么 远离罪恶 因为我们是分别出来 归给神的 我们是分别出来 归给神的 所以我们不要犯罪 玷污自己 很简单 你越玷污自己 你离神的距离 在灵里面 就越来越远 为什么呢 你有罪在身上 是脏的东西 神为了要保守你 你我不死在他面前 他就叫你说 你退的外院 你退的内院 或是退的外院 你不要在我面对面 就像大祭司 一年一次 带着羔羊的血 要进入这个指神所 为什么呢 那个羔羊的血 不仅仅是为以色列 求这个 这个认罪悔改 说流的血 叫神纪念 是经有戴罪羔羊的 也是为大祭司 他自己本人的罪 若是他的罪 被神纪念 就是这个羔羊的血 这个动物的血 还不够赎他的 这个罪的时候呢 他会立即死在 神的约会的面前 就是神的存 神的这个铜在那里 这没有办法的 所以说 这个每一年 大祭司在就业的时候 进这个制胜所的时候 那是非常严肃跟紧张 他只有把他这个 遗书都要写好的 后事要交代好 他才赶去 他要是有了什么罪 蹦一下 倒在神的这个 这个制胜所里 没有一个人敢进去 拉他的尸体 怎么办 一个绳子绑在他的脚上 把那个绳子拉出来 这个绳子还带了铃铛 只要这个人进了制胜所 他还活着 他只要有动作的时候 那个就会听到铃铛 还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如果是听了声音没有 就听了空通一声 倒下来了 什么样 没有一个人敢进 制胜所 去拉他的尸体出来 怎么样 要用绳子 绑在他脚上的绳子 把他拉出来 然后怎么样 下一任的这个大祭司 又要自解 然后我们要进去 带着羔羊去 这个词是不得了的 非常 这个恐怖 是可以说恐怖的 这一件事情 这种杀生之祸 所以神是不能轻慢 轻慢不得 所以我们侍奉神 真是要把神当作神来侍奉 神他爱我们 因此怎么样的 有这个慈爱 并不表示他喜悦我们犯罪 所以说大家 这个真是要珍惜 我们做神儿女的这一份 虽然如此呢 我却我的 为我的名字22节 我却为我名的缘故 索手没有这样行 免得我的名在他 在我领他们 处埃及的列国人眼前 被泄渡 为什么呢 因为神他们一直在 干犯神的这个安息日 不遵守神的律列典章 你知道在这个古时候 要是不听王的命 他是怎么样了 就是斩 就是斩 23节 并且怎么样 我在旷野向他们启示 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神已经讲了 他话 我要追讨他们的罪 我必须会追讨他们 所以说呢 神是什么样 所以犯罪的时候 必会有后果 是不是 我们犯了罪 怎么样 是被抓到 就是坐牢 罚款 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 那怎么样 那这个 以色列犯了罪怎么办呢 那就是怎么样 神会 神会要跟他们审判的 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 有基督来替我们死在十字上 只要我们犯的罪 是不至于死的罪 都还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有神的保血 但是并不要是因为都还好 就是我们继续犯罪 没有关系 不是这个意思 24节 因为他们不遵循我的典章 竟厌弃我的律约 甘泛我的安息 一样 眼目仰望他们的父亲 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看见了神在那里讲话 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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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讲 那就是我们有时候 做这个牧者的 我们为什么会 这个资资不倦的 跟弟兄姊妹说 哎呀 你要注意这个 你要读经祷告 你要避免这些东西 你要看到这边有陷阱 那边有一个什么 一个火坑 什么样的 那边有一个什么地雷阵 你不要走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牧师呢 他可能自己被炸过 或掉了坑里 或是被火烧过 这个火不是圣灵的火 是被仇敌的火烧过 所以他付了很多代价 所以他就告诉 后面来的弟兄姊妹说 哎呀 你们要注意 可是后面的弟兄姊妹 因为没有被炸过 也没有被仇敌的火烧过 也没有掉到坑里面去 或者是怎么样的 被攻击过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很多的这个 这个前一辈的这个 这个基督徒 或是什么牧者 所讲的话 就当做耳边风 听听就过去了 讲多了以后呢 这个牧者他们听了 耳朵都会长简 哎呀 又讲这一套 为什么呢 就是还没有学到 还没有学到 什么时候学到呢 他自己撞到南墙的时候 就是就学到 所以说你看 主说我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这个道路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经历的 但是呢 如果说是你就是顺服 你可以少免一些 不必要的经历 以前我也是一样 这就是玩梗悲逆 神叫我是望东 我就望西 叫我是望南 我就望北 怎么办 就撞南墙 撞撞撞 头也撞 脱了鼻子也撞平了 这个眼睛也撞花了 后来说主啊 怎么搞的过不去 主说我没有叫你这么走啊 那门就在你隔两步的地方 你看那个门就是门啊 神也就是那个门 所以主耶稣这个比喻的时候 这个羊群的 这个进在这个羊的圈里面 他就是那个门 他就是我们的宝藏 任何不从门里面进出的 都不是属于神的 那就是恶者撒旦 那所以说怎么办呢 就慢慢学怪了 为什么呢 碰了很多的聪明人 怎么样 就神说什么 就是什么 我告诉你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一辈子是 七八十年 百八十年的日子 有的人还到不了这个年数 是不是 那神是什么样 是根骨长存的 根骨长存的 那他的时间 是无法计算的可能 那他懂不懂 他当然懂 他又是造我们的神 他是历世历代的父 他怎么会不懂 所以说神讲了一些事情 就算我们不懂 只要听他的话去做 所以说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先学顺 顺什么 顺着神的旨意 顺着主耶稣的旨意 顺着父神的旨意 顺着圣灵的旨意 他不会害你的 就是神说 好比说有人喜欢 特别打电动游戏 年轻人 神说你不要看 眼目的情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能够做得到 最好不要看 不要玩 是不是 你一定要去玩 一定要看 我看到很多的见证 就是说孩子玩久了 这些电动游戏 那脾气个性都改变了 很暴躁 就不像中邪的一样 甚至有人在这个网吧里面 这个 网站的 网吧里面 去玩这些电脑游戏 玩到最后 人暴毙在网吧里面 觉也不睡了 饭也不吃了 这都是什么样 这都是 有上了影的 这个上影的 人一旦上了影的 通常都是有邪灵 在后面掌控 就像吸毒 你吸毒了以后 上了毒影了 喜欢赌博 上了毒影了 喜欢这个 怎么样子 都是上了影 一旦上了影 通通常是 有这个仇敌的势力 在后面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第二十五节 我也认他们 遵行不美的律念 谨守不能使人 活着的恶归 因他们将一切 投身的金火 我就任凭他们 在这贡献的事上 玷污自己 好 叫他们 起粮 使他们知道 我是业花 所以怎么样 就是神到最后 怎么讲 你们都不听 好吧 你们一定要做 就做吧 你们一定要引火 上身 你们就引火 那个什么叫 投身的金火 就是在 他们在中东 有拜 还有 不达民亚的 这一带地方 中亚一带 他们有拜 很多这些假神 那么其中的 假神的意思 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婴儿 献祭给火 火祭了 把这个婴儿 给杀了 烧了火了 不是说 把每一个婴儿 都说 要选一个婴儿 叫做献祭 所以在那个时候 这个神并没有 叫人怎么做 并没有叫人 怎么做 怎么样 而且 神到最后 看他们实在是不听 好吧 你们要做 就做 然后怎么办 他们竟然什么 以别神为神的国 必苦难 假的 怎么样 你拜的是死亡 你拜的是吞吃者 你拜的是瘟疫 你拜的是苍蝇之王 那你想想看 这个国 这个民 时间久了 你说他们会有好结果吗 这个死亡一间的权势 进来他们里面 那一定会吞吃他们的 很多的东西 该有的 有时候就是仇敌进来掳掠 有的是这个蝗虫的灾 把他们吃得惊慌 有的是大寒灾 什么都不出来 像这样 以利亚的时候 三年 三年没有下雨 你看 那这个说的植物 动物都死光了 所以说在这种事情上 怎么样 神就说 好吧 你们一定要拜 你们就拜 你们拜了最后 你们就晓得是多么凄凉悲惨 你们才知道 我耶和华不是这个样子的神 你们要拜神的话 会有更多的丰盛 因为神是赐生命的主 而且是什么样 生命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而这个人也很奇怪 这是我们的人的 这个被这个世界的神 弄瞎了心中的眼睛 就是我们什么有眼不适太三 神是追的我们要给我们 我们却追的什么 那个吞支者要杀我们的 去拜他 哎呀 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就是呢 这个 现在在幕后的日子 也是一样 怎么样 人就把神的律列 典章都废掉 用人权代替了 所有的一切 二十七节 人子啊 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 主耶华如此说 你们的列祖 在得罪 我的世上亵渎我 因为我领他们 到了我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他们看见各高山 各茂 各茂 密宿 就在那里献祭 惹上 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 也在那里焚烧 清香的祭生 并交上 这个殿祭 他们以拜 这个耶华的方式 来拜这些假神 所以说呢 你看 这个 实在是让惹动神的激怒 很简单嘛 神居然聘以色列为妻 你这个妻子又到外面 就找了别的男人 将你的爱情给他 那不是叫上帝 怎么受得了 什么 而且神是一个爱 神就是爱 那么神居然爱 已经拣选了以色列 那么你现在以色列 移情别恋 这个就是 这个是 让神非常 受不了的一件事情 第二次九节 我就对他们说 你们所上的那高处 叫什么呢 高处的名字叫巴马 知道 这个巴马的意思 就是指高处 尤其是指敬拜神的高处 巴马是指敬拜神的高处 那么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呢 你们就好像 在高处那里拜我 你看中国 最高的地方就是西藏 你看在西藏什么样 那些拜欧相星 学术的好多好多 所以神的道 在中国是非常被抵制的 因为什么样 中国传统是 好像是这个恶者 撒难的这个权势所在之地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 要从复兴的火来到呢 好希望能够教会 能够在里面站起来 第三次节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 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人照你们列祖所行的 玷污自己吗 人照他们可证的是行邪淫吗 你们奉上供物 使你们的儿子惊火的时候 人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 直到今日吗 以色列家 我岂被你们求问吗 主耶和华说 我只得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不被你们求问 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你们去找别的男人 去帮忙 叫他们帮你的忙 然后又回来找我来帮你们的忙 我是你的丈夫 你为什么去找你的 外面那个爱人 这个算是小三吧 是不是 你再回来要找我的这个丈夫 来找我帮忙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都是找外面的 假神 你不是把你们都玷污了 玷污了以后 你回来要清静 不行的 所以你们再来问我 我都不讲话了 我气了 为什么呢 那说的不好听 就是什么样呢 这个以色列人 我们在拜偶像星期的时候 就是给上帝戴绿帽子一样 在属民的绿帽子 你说这个叫 你要是在这个人的君王 他早就把你给杀光了 神因为这么爱我们 他就一直舍不得做什么事 最多是叫你被亡国了 被掳去了 做奴徒 做了七十年 想起以前你们好的日子 现在又回回来 叫你们学功课 哎呀 这个真是不容易 神的爱是永远长成 那个英文翻出来意思是 神的爱是什么样的 坚忍下去 坚忍下去 不能忍耐的时候 还要坚持忍耐 因为他爱我们 他坚忍 他自己的怒气 没有全发在我们的身上 他要是真的 这个圣经也说 他要是专心为己 只要将气息 受回凡有血气的 都必灭亡 只要把这个气 从我们口中拿出去 我们就通通死掉 他有这个权柄 他什么坚忍呢 坚忍他自己 没有怒气全发 第32节 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 和列国的宗族一样 去侍奉木头与石头 你们所起的这心愿 万不能成就 主耶华说 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 我总要作王 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宝贝 并请出来的愤怒之力 那么这个这里怎么讲呢 说我要作王 我还是要掌管这一切 掌管这一切怎么样呢 我用我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宝贝 并请出来的愤怒来致力 我还是要什么 我还是要致力 虽然我又发怒了 我要审判你们 我要致力 但是我还要把你们再带回来 我第34节 我并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宝贝 并请出来的愤怒 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 从分散战到列国内聚集你们 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 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 当面刑罚你们 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 刑罚你们的列祖 也必照样刑罚你们 这是主耶华说 我们知道怎么样 后来怎么样 这个巴比伦灭了这个 这个好像是 应该是以色列 那么这个 这个亚述应该是灭了 这个巴比伦应该是灭了 这个是 这个 以色列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亚述灭了 这个 尤打 尤打 那么这个是很惨烈的事情 那么因此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什么 我怎样在埃及地旷野 刑罚你们的列祖 我也是照样刑罚你们 我必须你们从上下 经过使你们的怎么样 被约束 就是我重新拿起我的账 我要管教你们 我折大你们 叫你们怎么样 小的敬畏我 惧怕我 使你们怎么 我的律法和典章 使我的管教 成为你们的约束 为什么约束你们 不要再犯罪了 第38节 我必从你们中间 除 除尽 悖逆和得罪我的人 将他们从所 寄居的地方领出来 他们却不得 入以色列地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家 至于你们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从此以后 若不听从我 就任凭你们 去侍奉偶像 只是不可在意 你们的供物和偶像 亵渎我的生命 那意思说 你们要拜 你们要拜 怎么样的 可是你们不能拿 这个拜偶像的东西 再来拜我 那么我也知道 这个最后神呢 这个几大 以色列跟这个尤达 两个国 这两个国都灭掉 都灭掉 直到这个 这个以色拉纪的时候 他们再回来 重新建成 第40节 主耶和华说 在我的圣山 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 所有的 以色列全家都要侍奉我 我要在那里 悦纳你们 你们要 供物和出手的土产 并一切的 这个圣物 那意思说呢 我还要把你们 把你们以色列全家 要带回来 使你们侍奉我 第41节 我从外民中 领你们出来 从分散的 列国聚集你们 那时我必愿 你们好像倾向之际 要在外邦人眼前 在你们身上 写回神 从外民中 领你们出来 从分散的 列国聚集你们 那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虽然现在 我怒了 我允许你们被 叫你们四分 四处分散 那么这个四处分散以后 为什么犹太人 在西方世界 非常受欺压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什么 他们是没有 好像 他们因为什么样的 这个 就好像在世界上 好像没有 没有国籍的人一样 所以为什么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个希特勒 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 那么等到 这个二次世界大战 完了以后 神才把 以色列人 重新再聚集 带回来 其实以色列人 有好几次 有这样子的经历 从巴比伦回来 那么有的 从亚述的回来 那么这个 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也有一个聚集 回来 四十二节 我令你们进入 以色列地 就是我启示 所应许给你们 列祖的之地 那时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你们在那里 要纪念 玷污自己 所的行动作为 又要因所做的 一起恶事 厌恶自己 主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 我为我的名的缘故 不照着你们的恶行 和你们的坏时代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那意思就是说 我最终 我还是要原谅你们 我也没有按照你们 当得的这个报应 来报应你们 所以你们知道呢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就临到我说 第四十五节 人子 你要面向南方 向南地下预言 攻击南方的田野的树林 那么以西节 那个时候是在巴比伦 那巴比伦说怎么样 犹大是在巴比伦的南方 什么叫 就是说你要发预言 攻击尤达 这尤达之地 这是以色列之地 然后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 讲的还有什么 像南方 这个田野的树林 都是讲的怎么样 讲的耶路撒冷 这个树林是讲的人 人口茂盛 第四十七节 对南方的树林说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火在你中间找起 烧灭你中间的 一切的青树和枯树 猛烈的火焰 必不熄灭 从南到北 人的脸面都被烧焦 那意思就是说呢 有很大的考验 这个困难 这个破碎 要领到 以色列百姓 第四十八节 凡有血气的 都必知道 我耶和华 是我耶和华 使火找起 这火必不熄灭 于是我说 主耶和华 人都指着我说 他岂不是说比喻的吗 所以说 他最后一句话 是什么 那意思就是说 神要这个审判 这个四十八节 说这个审判的火 不会熄灭 到时候 什么时候审判 完了这个火 才会熄灭 于是怎么样 这个以色列 跟这个 看了以西节 说这些话 就是说 他是用比喻 在讲话 这意思就是说 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是听听把的就好了 就说个比喻 所以他这个耳朵 都已经听得到 都听得长简 神说了这么多话 你知道为什么 神一直在跟他讲 因为神舍不得打 舍不得打 舍不得打 神知道 神这一巴掌下去 他们受不了 但是怎么样 神就一直讲 一直讲 就像一个慈父 看了海儿 你们不争气 不好好学好 一直苦口婆心的讲 讲到最后了 你实在不听话了 我会来管教你 那这一管教下来 你们就知道 谁是你的爹 好的 我们今天 就是分享 这个以西节书 第二期章 我们把下面 交给主席 好的 谢谢吴牧师 今天讲解的 以西节书 第二十章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观看